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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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是跟大家回顧第六屆立法會的工作 鑑於最後一次的會議仍未結束 稍後我會提及的統計數字 都是截至昨天7月16日 我簡報完畢之後 我會回答各位的提問 今屆立法會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和挑戰 今屆初就有六位議員被法庭裁定 宣誓無效被取消資格 此外是有兩位議員被法庭裁定 並非在立法會補選妥為選出 因此不再是立法會議員 這些都是立法會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 本屆立法會舉行了141次會議 會議總時數大概1711小時 今屆會議的時數是較過去兩屆是少 主要原因是有兩個 第一 今屆例行會議沒有舉行的次數是歷來最多 因為立法會大樓在去年遭到示威者前所未有的衝擊和破壞 以及今年的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嚴峻 合共有多達七次立法會的例會 一次行政長官短問短答的質詢時間 以及一次行政長官的答問大會是沒有舉行 損失的會議大概142小時 以及鑑於今年年度 內務委員會至到5月至選出主席 期間是沒有代理主席去分擔我主持立法會會議的工作 所以我需要在17次會議安排了小休和五線時間 因此也損失了大概60小時 值得一提就是過去這麼多年 立法會以編定的會議以外 只是曾經舉行過兩次特別會議去處理特定的議程 但是今年2月和3月疫情嚴峻的時候 我是召開了兩次這樣的會議 分別處理特定並具急切性的議程事項 即是有關疫情的急切質詢 以及臨時撥款而議決議案 今屆立法會的會議上 議員要求點算的法定人數大概是501次 虛耗了大概87小時 佔全屆總會議的時數大概5% 浪費的時間仍然是很多 但是已經大幅比上一屆減少了 上一屆是1490次 虛耗是223小時 今屆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的次數是14次 較上屆18次是少的 而選號的會議時間大概73小時 亦明顯較上屆為少 這一次和2017年12月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是有關的 自此之後曾經有7次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夠而留會 而我當時也是根據經修訂的議事規則決定復會 今屆的立法會議員因為行為極不檢點而被令立即退席的有97次 明顯較上屆75次為多 這都涉及25名議員 數目不單止是比上一屆7個多 亦都是歷屆最多的 而有議員亦都在兩次會議裏面 在會議場地潑洒惡臭不明物體 令會議被迫暫停或需要轉換場地去繼續會議 今屆141次已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中 有12次行政長官的答問大會 共答了160項議員的質詢 在今屆初行政長官是接納我的建議 在2018年1月起 在立法會增設每次30分鐘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以短問短答的形式 讓議員有更多機會直接向行政長官提問 行政長官是一共出席了14次這類的會議 回答了126項議員的質詢 在今屆立法會議員一共提出495項口頭質詢 議員亦都曾提出148項急切的口頭質詢 當中有12項準確提出 議員就所有口頭質詢 一共提出2533項補充質詢 此外議員亦都提出1772項書面的質詢 在今屆立法會政府一共提交了90項法案 至今已經通過了73項 包括審議時間最長的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 目前還有11項法案 在今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的議程上 需要在今晚會議前去處理 今屆通過的法案 如果處理到 只可以多於上一屆83項的 在今屆立法會議員就23項政府法案 共提交了1751項修正案 有617項獲准提出 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確立了一目一項的準則 是推動議員整合他們的撥款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令有關修正案的數目逐漸回復到合理的水平 而今年的數目是124項 更是8年以來最少的 為了尊重議員審議法案和修正案的權利 所以我確立了立法會工作 為立法機關須有序 有效和公平地處理事務之間 取得適當的平衡 在今屆我首次嘗試為撥款法案以外 具爭議性的法案 包括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以及國歌條例草案 是設定審議的時間 以這些法案最後的實際審議的時數 是與我如流的時數大致相約 同樣值得關注的就是 勞工及福利局長在2020年1月9日的會議上 是根據議事規則第54項第四條 動議在2019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異讀辯論終止待續後 不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 而交付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 有關的議案最終獲得通過 這些就是立法會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 這條條例草案在6月24日的會議上 恢復異讀辯論在7月9日獲得通過 在今屆立法會有四位議員提交了四項議員法案 一項經修訂後獲得通過 兩項無經修訂獲得通過 餘下一項的異讀議案是被否決的 在今屆立法會政府以先定立後審議的程序 一共提交了701項附屬法例 當中有93項因內務委員會未能選出政府主席 而無法考慮成立小組委員去審議 另有9項的審議工作將會留給下一個會期繼續 其餘的無經修訂全獲通過 此外政府是動議了42項 而以決議案以先審議後定立的程序 批准或修訂附屬法例全獲通過 在今屆立法會政府當局動議了一項無立法效力的政府議案 即是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 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獲得通過 此外政府也曾作出預告 而分別在2019年1月23和3月27日的會議上 是動議內容完全相同的 有關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的議案 這兩項議案均無立法效力 但政府期後撤回有關的預告 在今屆立法會政府當局動議了五項 關乎司法人員任命的而以決議案 包括委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議案 是全獲通過 本屆立法會議員議案 亦出現這些值得關注的情況 第一 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 括弧1A條提出了10項譴責議員的議案 數目是歷介最多 有三項譴責議案是交付了調查委員會 已經完成工作並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及第二 議員提出大量傳召議案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及第十項 議員提出了多達二十六項傳召有關人士 出示文件及作證的議案 這類議案在今屆立法會至首次出現 當中有十一項被否決 有六項議案失效 有九項因會期終止 未能處理 另外議員亦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 動議十項委任專責委員會的議案 坤被否決 有九項因會期終止 而未能處理 此外議員亦都動議了十三項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 其中有五項獲得通過 包括2017年12月 一名議員對議事規則作出重大修訂的議案 以及兩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 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屬職的議案 全部被否決 在今屆立法會議員辯論了七十五項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上一屆 較上一屆的一百二十五項大幅減少 也需要指出 由於多個議程事項 包括大量全朝議案長期積壓在議程中 在這邊立法會在今個會期 從未有機會辯論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這些是立法會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 此外 議員曾經根據議事規則第十六 提出一共三十七項 優惠待續議案 為歷介最多 其中四項獲準提出 此外有四項根據議事規則第十六 和四條的優惠待續議案 是獲準提出的 在本屆立法會 立法會主席一共發出了 二百一十五份書面裁決和涵件 數量是歷介最多的 其中一百零八份是涉及急切口頭質詢 三份是涉及一般口頭質詢 其餘一百零四份的裁決和涵件 主要是涉及議員的法案 政府法案的修正案 附屬法例的決議案 和議員議案 和優惠待續的議案等等 我報告是 主席上台的 想問一下 看到之前內會有一個被民主派拉布的情況 其實看回紀錄 看到其實是 你在三月的時候 才要諮詢內間的法律意見 即是說十月會期開始以來 內會都已經拉布拉了半年 才有行動 記得你之前也有說過 想內會去自我糾正 但是當時在那個政治氣氛之下 要求內會自我糾正 是否有些天真呢 以及行動是否有些太慢呢 如果今晚有些政府法案 有審不及的話 那你又沒有責任呢 第二就是想問 如果看民望的話 似乎你的民望 比歷界的主席低 還有一些民主派議員 都會拒絕叫你做主席 叫你做梁議員 你有甚麼感受 和你覺得原因是甚麼呢 第三 最後 都想問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就看到 之前也有議員都關注 就說他們 那個特權法 會不會被港區國安法去凌駕了 令到他們在議會的言行 就可能都未必受到保障了 知道那個法律顧問好像都在研究中 知不知道現在的進展是怎樣 你問了三條題目 我都快忘了第一條題目 是說甚麼了 那我由第三條那裏回答 先 就 法律顧問都是在看 這個 基本法七十七和我們的三法二 那個法律那裏 會詳細看 就會在這兩個禮拜裏 或者會交給文件 給議員 其實大家如果留意到 律政司司長說 都說得很清楚 我覺得 如果議員覺得有甚麼疑問 他應該是尋求他自己的法律意見 就會給清楚 在議會裏面 尤其在西敏之議會那裏 大家都要互相尊重 才可以能夠去處理那些法案 每個議會一定有和而不同 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對每個議案 大家會盡心盡力去審議 但是呢 都是基於一個互相尊重 才能夠審議到的 那當然今屆是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 一方面有議員說 我不承認你是主席 我叫做議員 而方便會寫信給我 要求我去裁決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議會也都是我見慣 見怪不怪的 有時候就是 議員在不同的角色會做不同的事情 在一個政治舞台裏面 議員有不同的空間 我是明白的 第一條問題問是甚麼 內會那裏 其實呢 在立法裏面 主席呢 多數都是處理大會的事情 每個委員會呢 主席都是留給委員會的主席 去自己處理的 那你等於 一個好例子 上一屆 因為財委會嚴重拉布的時候 議員都寫信叫曾主席去處理的 是不是 但是看過了曾主席都沒有去處理的 因為這個就是 財委會主席的決定 那最終 上屆拉布拉得很重要的 都是 沒有辦法去做的 那同一樣東西 主席不能夠 各樣東西 如果主席看不過眼的 就去處理 就去動用議事規則 就去動用主席的權力 用92去處理 那我都在不同的場合說 那就變成了主席一言堂 那所以我的議會呢 是每個委員會呢 他的主席和委員 是應該處理的 尤其是內會呢 是寫到明 我是唯一一個 不可以參加這個會議的 那所以我覺得 議員是有足夠的智慧去處理 當 這個委員會是 運作不了 而是令到議會 不能運作的時候呢 我只能夠去 插手怎麼處理 但是我做這件事都要很小心的 不單止我要拿我內部的法律意見 我們也很穩妥地 找香港一個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還有我是找一個對英聯邦很熟悉的憲制專家給我意見 那才讓我去看看我有什麼選擇去處理 那最終 第一個法律意見 都希望 內會是自我修正 但做不到之後呢 第二個法律意見呢 給我的選擇 那我就可以指示到 財委會主席 去幫忙去處理這件事 那最終也有得以解決 當然你說是否遲些呢 那樣樣事情 如果主席很快去處理 剛才我說的 就是好像主席一言堂 那不是很好 那當然 我們在議程裏面 今天還有十一項法案在 這裏 怎樣去審議 怎樣去處理 就是議員 要自己去決定的 主席 只是要把那些法案 放在議程裏面 怎樣審議 怎樣利用議會的時間 都是議員去自己決定 那所以你的問題 也可以一會兒問問其他議員 如果有這麼多法案 我都過不了 而其中所有法案 都不是有重大爭議的 很多關係 經濟、民生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每個議員都要 對你的提問去回答 主席你好廣台 也想問一下 這四年的任期 你自己有沒有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哪件事是比較遺憾 或者你甚至覺得後悔做得不好的呢 另外就是 接下來下一屆 你有沒有興趣繼續做主席 你會覺得 是不是覺得做主席實在很辛苦 你覺得自己的心理壓力 能否承受到這份工作 最後就是 你會怎樣形容這四年的過程 可能頭幾年 好像行政立法關係好一點 而去到最後這一兩年就很差 你會怎樣形容這四年的關係的轉變 謝謝 我這樣形容這四年 我都說過了 驚濤蟹浪 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有時候就是 環境很好 但突然間可以跌到深淵那裡 也可以說低處未見低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 那個關係 或者立法會和行政的關係 都是視乎香港的政治大環境而已 環境好一點 那就一定是很好 那我都說過了 第一年 就梁特首那時候 關係真的很繃緊的 但是那些事情是做得到的 到林鄭特首選了出來 其實是有個蜜月期 是真的相當好的 包括我剛才說的 來到短文短答 在短文短答裡面有一些 提出來的政府 會很快去處理到的 這些關於民生等等 這些對特首和議員 接近民生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對接位是好的 但是當然 有一些比較受爭議的法案 一拿出來 那個關係突然間轉得很差的 所以這個關係都是要看行政 怎樣去遊說立法 去處理不同爭議的議案 要怎樣遊說市民去支持 所以我其實坐在那裡 看到行政立法關係是好和領 有時候 我都說了 好像坐在那裡看著 那個叫做 他們那齣戲 那齣歌 是隨時可以轉換 那 你問我心情 做主席 都是去處理 那個議程 那 亦都是公公正正地去處理 那 人家怎樣看我 或者怎樣去做的 那 只要自己做盡 那個責任 不會有說後悔 不會說有其他事情 就盡量做好自己 即下間會不會還想繼續做 我都希望 這幾天去想清楚 然後再正式和你們說 我會怎樣處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多問多一點行政立法 首先其實 兩派議員之間的關係 都差了很多 見你說互相譴責動議 又創新高 即港人離出會議廳又創新高 你會怎樣看兩派那個 世成水火 是否會議室之後 都沒辦法談的關係 第二就是行政立法 你剛才說了 但是 例如連特首 就是最近的QA 都拒絕出席 你會怎樣看 究竟主席有沒有 一些角色可以做 去回復溝通 第三就是 你會怎樣看 立法會的角色 例如國安法那麼重要 好像之前的議員要求 一些緊急質詢 一些QA 你都拒絕了討論 你會怎樣看 香港立法會的角色 會不會是 在政治方面 兩派 其實不是兩派的 我們的光譜真的闊到無倫 有時候我對於建制派 我也會頭痛 因為建制派有很多不同的光譜 對著被建制派的 也有不同的光譜 有些人在談 有些人可以幫你溝通 但是溝通完之後他們都會做一些事情 兩派的關係 其實都是一個大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是好的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些事情 就好了 如果我認為 十六年前進入到來 大家坐下有談 有吃飯 還有黃宜雲 那枝白蘭地在那裡 大家喝的 沒事的 當然你說要投票你表達你的態度是有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有談有講 至於現在都好像沒有什麼談沒有什麼講 但是又不是的 其實也有談有講 但是政治環境好了 如果大家有些共同目標的 就容易做了 所以我都說了 行政立法的關係就說 你的法案 會不會是能夠游說多些議員去支持 游說多些市民的支持 你解釋得清楚 那麼立法會做主席當然容易做很多 你會看到像這一兩天 強積金那樣 那不是全部反對派反對的 也都未必是所有建制派贊成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大環境 所以行政立法關係 我都希望行政機關會明白這件事 也都希望下屆的議員都明白這件事 我都講過 就是大家的初心 都是為香港市民謀幸福的 所以那個分別不是說 一定是南沿北撤的 所以大家回到這裏 我想議會的運作又會好些 議員的 對議會的工作也都是暢順很多 國安法 其實我們都審議過 因為國安法不是政府的工作 我們議員做急切的質詢 只能夠質詢政府的工作 OK 所以為什麼你說 我可以不讓別人去做急切質詢呢 那都是根據我們議事規則去處理的 你看到一立了國安法的 那不是政府來回答 來解話 那但是是不是去到急切呢 就不需要急切 因為它直接去那個 join panel那裏去處理 那也是處理得 回答得 就是 不錯啊 那雖然你說時間少一些 但是 實際上議會的時間 都一定有限的 主席 現在是國際上 可能中美之間都很大的角力 那雙方都有些 針對一些政治任務的制裁 那另外在國安法之下 可能有一些條文 涉及到所謂歐傑外國勢力 那其實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香港立法會 跟一些 國際間不同地方的議會的一些交往 謝謝 我想第一件事 國安法那幾條 會涉及問題的呢 我不覺得議會 和議會的交流 有任何問題的 例如 如果美國議會是邀請我 香港議會的代表團去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 我不是和外國勾結去 去犯這條法例 所以一般的議會的運作 沒有問題的 我在這一兩個禮拜 我見過幾個外國的領事 那大家都是溝通 一定有問及國安法 問及香港的環境 那有什麼問題的 第二件事 我也不知道國家機密 那我如何向勾結國家呢 所以我覺得議員 就應該 放心 去繼續 做議會的工作 和不同的人 去溝通 如果有些被中國政府制裁的 可能是外國的議員 那立法會會在這方面 會不會有些措施 或者怎樣去做 那我想等於特首說 如果中央是制裁的 那我一定要跟著中央的議決去辦事 石頭 Hi M. Lee Kanal I'm from RTHK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ome of the lawmak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Central governo Do you think this is like the worst time ever And Remember that you sai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to do Is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Is there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now My second question is you talked about how the big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perhaps when it's bad it's also strain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mps of lawmakers and also the opposi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hat sort of advice do you have for both sides right now seeing how strained the relationship is do you see a way out perhaps not only just for LegCo and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Hong Kong in general I think I said perfectly that for 23 years after Hong Kong returned to Motherland and become Hong Kong S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ndemic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re not visible and while this is quite regrettable you should no matter how much your differences are you should establish a direct contact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to voice out your opinion now you can see that some of our members can go to America can go to England, Germany and to go to our consul general's house to have dinner and things like that why can't they at least have regular meetings even if they voice their differences I think an essential government is not a foreign government so I do wish that a direct link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or at least with the liaison office is the way to go I think both my predecessor and myself have tried but I think we are not getting successful on our efforts but I think it is essential for Hong Kong especially for Hong Kong people for different parties to have regular dialogue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so I think that is my wish obviously I think with the political climate in Hong Kong the only way out is for different parties and the government work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ong Kong people I have you know talked to a lot of you o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areas that we have common grounds and we are not you know directly opposite like in education, the care of the elderly, the medical side, IT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re are plenty of rooms for us to start working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ong Kong people if you remember that when the carry become CE the first thing she gave 500 million 50 million to education similar some to IT and also a lot of around that amount to social welfare if you check it so I think Kerry did show you know all the orange orange but suddenly when the high-speed well bill came and then the FOO and suddenly you know the relationship just turned sour but government and pandemics should look at the goods they can do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ong Kong people I'm sorry if the political climate political struggle is so big right now how can they still see any common ground as I said you know the common good of Hong Kong people is the only common ground we can get together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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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see 涉及全體香港市民 所以香港市民要選哪些議員去代表他 是有自由的 但是大家都想議員能夠幫他自己 或者幫香港做一些好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議員怎樣去利用議員的權力 是要仔細考慮的 他認為要停擺的 其實任何一個 你找神仙做主席都依照議事規則的 他准許的 你也要給他 所以議會是屬於香港的 大家要怎樣去守護也好 怎樣去利用他的選票 這個都是要市民自己去負責 主席可否評論一下 你這四年和民主派的關係 以及另外就是 你會覺得最欣賞哪一位議會裏面的議員 即是在這四年裏面的表現 謝謝 我想和議員的關係 在一個working relationship 是ok的 即是在一個工作情況 有些議員做了十六年的 多些事情談 有些或者你幫他談 他都未必想談 唯有一個工作關係做得好 你說議員有哪個關係好些 或者是評價的 我想每個議員都有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六十幾位議員 才能夠成立立法會 每個議員都有自己的角色 有他的好處 也都是有去扮演的角色 有些會令到議會是很難進行的 但是有些也都很明白 議會在做什麼 他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整體議會的運作都是全體議員去做的 我知道我也是坐在那裡 做了議程 然後讓議員去決定通過 或者不通過 那個時間是怎樣運用的 都是由議員他們集體去負責 和決定 嗨,Mr.Long,Hong Kong Free Press A few months ago Beijing's offices in Hong Kong openly criticized the behavior of a few 聽了不清楚,你比較近一點 A few months ago Beijing's offices in Hong Kong openly criticized the behavior of a few opposition lawmakers Was it an unprecedented move and what implications did that ha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local legislature? 這個我就很難去評論 是嗎? 如果中央政府對某些議員的表現等等 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comment on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 comment on our fellow legislator OK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up to the different legislator to respond but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even you have differences in opinion it was still strongly advisabl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or linkage or a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 so that your own views can be transmitted to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so that's my wish that you know all different parties in future LegCo can communicate with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OK 謝謝 好的 好的 好 感谢观看